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凯特王 欢迎收听凯特的谜之音 前几集呢 我们聊到葛世英维这一位日本服饰会的女画师 就有听众朋友告诉我呢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介绍 她真的不会知道这位女艺术家的存在 就如我节目中所说的那样 她因为女子的身份呢 被埋没在遥远的世纪 幸好呢 后人挖掘出来了 才让我们知道呢 这一生都过得非常低调 只为了画图而生的女人 过去呢 我们聊过很多的艺术家 比如波典大师草菅米生 比如创造出巨型大蜘蛛的路易斯·布尔乔雅 还有挥洒烈爱的墨西哥女艺术家弗列达·卡罗 而这些女性呢 透过艺术创作展现了她们的自我 散发出来的是女性坚强的生命力 以及她们五彩斑斓的想象力 那今天呢 我想要再介绍一位女艺术家给大家认识 她是被称为美国现代主义之母的乔治亚·欧基福 在说她的故事之前呢 我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关注艺术创作 而艺术又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从小呢 就学画画了 考上过美术班 但是后来呢 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于是呢 就没有走上这一条路 而是呢 转念了其他的科系 但是呢 在求学的路上呢 我一直都没有放弃画图 就像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写作一样 我从接触单纯的传统的古典绘画到自学商业设计 让我在求学的时候 打工的时候呢 就赚到蛮多领用钱的 那个时候呢 我利用课余的时间呢 会帮一些店家画海报 也帮一些幼稚园呢 做必报的设计 除了觉得非常有趣之外呢 一方面也是一种学习 然后还可以赚钱嘛 我念的是企业管理 毕业之后呢 我没有找相关的工作 而是去应征白货公司画POP海报的工读生 因为我非常的想要踏进设计的领域 所以呢 我最后就决定我要从最底层干起 那个时候呢 我去应征的白货公司呢 是台北新光三月白货的南西点 那个时候呢 就算是应征一位写POP海报的工读生呢 他们也没有非常的麻糊 而是设计了考题 让我们当场就要做图 我还记得呢 在办公室里呢 桌上就放着几盒的麦克笔 然后在不到20分钟之内呢 你就要写好一张可以上架的POP海报 这个对我来说呢 实在是太简单了 因为我整个求学的时期呢 都在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呢 就是信手拈来 当天呢 面试我的是一位课长 因为组长请假了 所以他就代替他来面试 他看到我的作品之后呢 再看看我的简历 然后就问我 你不是本科系毕业 你怎么会想要来应征呢 然后呢 我就说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想要做设计 这个答案真的是还蛮傻 蛮天真的 非常符合我刚毕业时那个时候青涩的思想 于是呢 他就多出了一个考题给我 他叫我当场画一个圣诞节的陈列设计图给他 画完之后呢 我就给他看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你可以回去接受通知 你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也好 也可以说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后来呢 我才知道 面试我的课长呢 他自己是念会计出身的 然后做了美术设计 然后我猜 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呢 可能也就想起当年的自己吧 于是呢 我后来就接到了录取通知 从原本的工读生变成了正式的员工 起薪两万七 哇塞 真的是把我给高兴死了 我做了设计做了快十年 然后换了几个工作单位 有百货业 有杂志社 有电视台 转职之后呢 我才渐渐地放下我手中的画笔 现在基本上我很少画图了 有点惭愧 但是呢 这些技能还是伴随着我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因为喜欢画图嘛 所以也就喜欢看别人的作品啊 所以也就养成了我持续关注艺术的一个习惯 每到一个地方旅行呢 我就会安排博物馆啊 美术馆啊 展览等等的行程 去看这些艺术创作 然后让我走进创作者的思想宇宙 去明白他们要表达的自我 然后呢 通过这些形式呢 我也发现了自己 那些艺术家呢 很多人其实都是持续创作了一辈子 他们倾注了所有的心力 跟自己不断的战斗 这样的心路历程呢 其实也间接鼓励了我 品味跟美感的提升呢 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老实说呢 就算你看不懂 其实只要你多去看 多去接触 然后去了解它背后的创作理念 久我久之呢 其实你也会成为半个专业的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艺术创作 有那么多的艺术家 总有一个会是你的菜吧 或许呢 我这样说 你们会觉得很玄乎哦 但是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关注艺术创作呢 其实也是审视自我的方式之一 能够挑起你的感官情绪的 能够让你有所感觉的东西呢 那必定是你内心的投射 艺术呢 跟文字一样 给我这一生可能 有可能平平无奇的生活 带来了治愈 安慰 惊喜 跟快乐 好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 美国现代主义之母 乔治亚欧基夫的故事吧 2014年11月 纽约苏富比拍卖行 以4430万美元 大约就是快要12亿的台币的天价 成交了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 乔治亚欧基夫创作于1932年的作品 这个作品叫做《曼陀罗白花一号》 这一次的交易呢 成为了苏富比拍卖行 有史以来卖出的最贵的女性的艺术家作品 也让乔治亚欧基夫的名字呢 再一次的让世人给看见 这幅画呢 是一幅大约100公分成语 100公分大小的巨型的花卉作品 也是乔治亚欧基夫的代表作之一 这么有身价的一个女艺术家 这一生的故事如何呢 这个呢 就要从她的童年说起来了 1887年的11月15日 乔治亚欧基夫呢 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太阳草原市 她是一个天蝎座的女孩哦 之后呢 我们就称她叫做欧基夫吧 欧基夫的家里呢 经营奶牛的畜牧产业 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 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 家里呢 对他们的教育都非常的开明 给了她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 在大自然的环境下成长呢 也让她对自然景观有着比别人更独特的视角 中学的时候呢 学校的老师就发现她有绘画的天分了 于是呢 就极力地培养她 画素描啊 画水彩啊 油画等等这些绘画的基础功夫 教给她 然后呢 毕业之后呢 老师也就大力地跟她的父母游说 建议呢 让欧基夫往绘画的方面去发展 于是呢 父母就让她去念了芝加哥艺术学院 让欧基夫呢 在更专业的领域继续地去深造发展 在这里啊 不仅就要赞美一下欧基夫的父母了 他们呢 不是让女儿早点去嫁人 而是出钱让女儿去念大学 毕竟在20世纪初 跟欧基夫一样的年纪的女人 差不多都是要准备嫁人的 念那么多书干嘛呢 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深造啊 所以呢 做父母的人的眼光真的要放远 不要扼杀了有天分的小孩 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念了两年之后呢 他就转去了纽约市参加艺术联盟 跟着大师威廉 马里特 切斯去学油画 之后呢 以画作无题拿到了大奖 这个时候呢 欧基夫已经是一个技巧 纯熟的现实主义画家了 现实主义有人称作叫做写实主义 受到的是欧洲非常正统的画风的影响 这种画风呢 需要很扎实的功底 很多非常知名的画家呢 比如毕卡哈索 他很早期呢 也是写实派的画风 有天赋的欧基夫呢 还没有毕业 他就掌握了非常纯熟的现实主义画风 这多少对年轻 然后心高气傲的他来讲 嗯 有点太过easy了 因此呢 他的内心就有点稍稍的不满足 再加上那个时候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也没有那么好了 于是他就休学了 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去做设计工作 去画画商业插图啊什么的 然后呢 在这个工作的期间呢 他就抽空参加了维吉尼亚大学的暑期绘画班的课程 开始接受其他绘画方式的熏陶 这个期间呢 他开始领悟到画作 其实不是你看到什么 你就画什么 然后把它画得很像 而是要在线条 结构 色彩 空间 以及空间的配置上做巧妙的安排 这也是他第一次重新拆解了他过去的绘画技巧 进入了一次对绘画技巧的革新 之后呢 他的画风就开始转变了 以前呢 他也就是在运用各种他学到的技巧 然后把实际看到的那些景色啊 或者是物品啊 给画出来 甚至这些技巧还带有模仿大师的一种感觉 可是经过这一次的领悟呢 他决定我要丢掉过去的那些包袱 我要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不管这样的画是不是符合主流的审美 虽然这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自我创作的一次革新 但是我觉得这种生命经验 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会发生 比如我 可能一开始我在写作的时候 很喜欢用很华丽的字眼 很尖色的词汇来彰显自己的文采 说穿了就是炫技 尤其呢 越年轻的时候你就越喜欢炫技嘛 但是后来呢 看越来越多的作品之后呢 我发现把一篇文写的精彩的基础呢 是把一个你想要传达的观点给写明白 并且呢 逻辑通顺 最后呢 才是词汇上的雕琢 更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反扑归真啦 这时候呢 你才会真正开始有自己的风格出现 有自己的样子 才可以称作是独一无二的 1914年 27 岁的欧基辅进入了维吉尼亚大学 担任暑期课的助教 这个机会呢 就让他接触到了一本书叫做《论艺术的精神》 是由俄罗斯的抽象艺术的先驱叫做康定斯基所撰写的 这本书呢 就讲到了一个理论 他说 画作应该是以传递艺术家自身的感受和内心的世界为主 而不是把它画得像就可以了 这个说法呢 大大的启发了欧基辅 让他开始转为更加的专注自己 去探索自己的情绪 去放大自己的感官 用来作为他绘画的灵感来源 这时候的他呢 开始画一些比较抽象的线条 以及运用比较大面积的色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是这些作品呢 他都不敢发表 他只是拿给朋友看 因为当时的艺术圈流行的还是传统的欧洲的写实主义画风嘛 欧基辅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有点太过前卫了 但是呢 欧基辅的朋友却相当的喜欢这系列的作品 于是呢 他就偷偷瞒着欧基辅呢 把这些作品拿给了当时纽约艺术圈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二九一画廊的史蒂格·列子坎 这位擅长摄影的艺术家 一看到欧基辅的画作呢 他就感到非常的惊艳 于是呢 就决定替他办了一个画展 据说呢 当时这个画展并没有事前通知欧基辅本人 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而是呢 这个画展开始了 他的朋友才知会了欧基辅 由于呢 这次的展出受到了不错的评价 于是呢 史蒂格·列子呢 又替欧基辅办了两次的个展 这个期间呢 欧基辅跟史蒂格·列子呢 两个人就开始通信了 成为比友了 欧基辅呢 因为身体的关系呢 从学校了辞职 也因为跟史蒂格·列子呢 不断的通信 而彼此开始产生了好感 产生了感情 史蒂格·列子呢 当时是一个已婚的身份 而且他的年纪呢 比欧基辅大很多岁 他邀请欧基辅搬来纽约跟他同居 两个人的关系呢 就开始变得比较复杂了 一方面呢 史蒂格·列子呢 可以说是欧基辅的经纪人 但是一方面呢 却又是他的情妇 这一段关系呢 让欧基辅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再加上史蒂格·列子他拍摄了 以欧基辅为主题的罗照 并且展出 更是把欧基辅推到了八卦的中心 他们两个人复杂的情感纠缠呢 要等到1924年 史蒂格·列子离婚了之后 然后另外娶了欧基辅 还算真正的平息掉 有人看待这一段感情呢 这一段故事呢 就会觉得是欧基辅攀上了史蒂格·列子 他才有了这个艺术圈的地位 才会被人家看见 但是呢 这样的解读 其实我觉得对欧基辅本人来说 可能不那么公正 如果不是他有过人的才华 史蒂格·列子根本也就不会帮他办画展 要我看来 是史蒂格·列子赚到了好吗 他成为了一个有前途 才华洋溢的女画家的经纪人 而且呢 还因此赚到了钱 还顺便得到了他的人 他本人就是欧基辅最大的脑粉啊 他非常崇拜这个女人 甚至觉得这个女人的才华远胜于他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男粉丝娶了女偶像 是不是半夜做梦都会笑醒呢 而且呢 还是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 娶了一个花样少女呢 但是社会论呢 却一直觉得 是这个女人高攀了这个男的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偏见啊 1918年到1932年间呢 欧基辅就开始创作 他最著名的花卉作品 总共创作了超过200幅 其中有一幅作品叫做海域 更是以当年高达25000美元卖出 让他成为了美国1920年代 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花卉的创作灵感 其实是源自于摄影当中的特写镜头 欧基辅认为呢 透过特写围观的镜头 所展现的花朵 才是花朵最真实的样貌 于是呢 他想要把他眼中 看出去的画画出来 把他们画得很大很大 让所有人都可以停下脚步 来看这朵花 而当他在画这些花的时候呢 他也觉得 他的整个宇宙都是属于自己的 这种以展现细微之处 并且放大的一个画风呢 涂出了一朵花非常强烈的生命力 而这些花呢 在他的笔下既抽象又写实 就像一个黑洞一样 可以把人的灵魂给吞没进去 他把自己喜欢的大自然 带入了这些画作当中 并且以自己解读的方式来画出它们 但是这些花朵的特写 却让其他的艺术评论家认为 很像女人的性器官 象征的女人的情欲 带有情色的意味 对于这种评论呢 欧吉福非常的不以为然 但是呢 他的作品呢 却也开始备受争议 他本人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解读 曾经不屑的说 别人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关我什么事啊 我画我所看到的花 如果有人因此在我的作品当中 看到了色情 那就是他的意想 但是唯妙的是 这个带有情色的说法呢 却让他的花卉作品 受到更多人的注目 可见的啊 世界上的人都是很猎奇的 很好奇的 很八卦的 越是心山色的东西呢 就越有滑体度 现在你的网路上搜寻 欧吉福的作品 出现的也大多是 花卉系列的作品比较多 我觉得这些作品真的是 美到让人失语 我不知道能够看作 情色作品的人 到底在想些什么 在纽约的这段期间呢 可以说是欧吉福 创作的一个顶峰 他的黄金时代 从31岁到45岁这14年间呢 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除了花卉系列呢 还有纽约的摩天大楼 这些作品呢 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风格 以及风格当中 无法取代的 纯熟的绘画技巧 他成为了那个时代 当之无愧的大师级画家 结婚了之后呢 史蒂格利兹跟欧吉福 是相爱相杀 彼此都是对方 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爱得非常的浓烈 1946年呢 史蒂格利兹去世了 欧吉福开始有了 想要告别纽约这座城市的念头 1949年 当他处理完所有的后事之后呢 他以一幅布鲁克林大桥 作为告别纽约的作品 正式移居到新墨西哥州 欧吉福来到新墨西哥州 并非偶然 过去呢 他就经常的拜访 来过很多次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 他早就想说 中年之后呢 我要定居在此 他过去呢 也创作了很多 以新墨西哥为主题的一些作品 这里呢 让他充满了灵感 甚至呢 让他整个心情都非常的兴奋 他收集了沙漠上的动物的白骨 岩石 并且呢 把这些材料带回纽约去作画 其中呢 最为经典的就是码头骨 他用码头骨为灵感 画了很多很多幅的画作 他在码头骨上面画出了花卉 用以展现自己 完成自我探寻的一个过程 有一种 像死而生的感觉 这些骨头啊 残骸啊 代表的并不是死亡 而是另一种新的生命 晚年之后呢 他一个人独居在新墨西哥州 做画 旅行 不见朋友 也不接待任何前来的客人 听说呢 毕卡索想要见他 也被他一口回绝了 他过着一种非常野性 非常自我 随意的生活 他说 我不希望活在人群当中 那比任何东西都让我疲惫 人到了中晚年 真的可以抛开世俗的一切 回归大自然 回归自我吗 我一直都在想 这是为什么呢 唯一可以说服我的答案 可能就是 这些人呢 在中年的时候呢 都如日中天 拥有了一切 因为他们在过去经历最旺盛的时期 最有野心的时期呢 狠狠地满足过了自己 所以呢 他们才能在晚年的时刻呢 意识到自己最终想要的东西 简单来说呢 就是 我首先得要灿烂过 我才愿意归于平淡 像欧基福这么出色的一个女人 她的思想 以及她的生活 想必也是大家想知道的 我觉得从她的穿搭 可以看出她个人的内心思维哦 她喜欢剪裁线条 非常简单的套装 或者是连身裙 大多呢 是以黑白或者是米白色系为主 西服套装 以及宽松的大衣 宽松的毛衣 也是她衣柜里 最常出现的一个单品 然后呢 她喜欢戴一顶小礼帽 或者是绑头巾 整体来说呢 穿搭的风格是非常中性 独特的 于是呢 她也成为了后来很多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另外呢 她喜欢烹饪 喜欢做菜 在独居生活的时候呢 她会在自己设计的厨房里呢 把各地收集到的一些天然的食材呢 煮成她自己想吃的东西 烹饪 自然 艺术 以及居家设计 构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值得一提的还有 她晚年爱上了小自己60岁的灵魂伴侣 这个人叫做汉密尔顿 后来呢 她把遗产都留给了这位小情人哦 还因此呢 上演了一场 她的家人跟她的情人争夺遗产的戏码 后来呢 双方是以成立非盈利基金会呢 来负责保管 以及展出欧吉福的作品的方式 圆满的达成了和解 75岁时候呢 欧吉福的势力就开始慢慢的减退了 她有了演技 但是呢 她还是一边接受治疗 一边创作她自己的作品 可是呢 已经无法精准的分辨出颜色 所以她将创作转向了雕塑跟陶逸 她还开始撰写自己的自传跟回音录 并且呢 拍成了纪录片播出 1986年的3月6号 活到98岁的她呢 在圣文森医院过世了 她的骨灰呢 被撒在她生前作画最多次的皮德农山 从这座山看过去呢 就能看到她的晚年 在新墨西哥州所居住的幽灵牧场了 回顾欧吉福的一生呢 她除了是伟大的女画家之外呢 也能感受到她对自己致力于绘画的使命 对于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有很坚强的意志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同时不停地在努力 很勤奋地工作跟创作 这样的续航力呢 其实是很需要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的 她没有被任何事情打败过 哪怕她的晚年 眼睛已经不行了 她还是想要创作 草菅民生很迷惘的一段事情呢 曾经写信给她 欧吉福跟草菅民生说 我有生以来一直非常的胆小 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胆小 而不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现在呢 我把这一段话献给大家 希望即使不够勇敢的你 也能跨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步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爱自己真正想爱的人 凯特蜜之音 咱们下次见了